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下中国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啊 因为最近呢美国又对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呢 实行了最严厉的制裁 这个制裁呢可以说把这个14纳米以下的芯片啊 全部都禁了 这个14纳米以下的芯片呢 可以说是中国本土呀它没法生产的 按照现在的报告来说呢 中国本土的生产能力呢是28纳米的 那么把这个禁止的标准定到14纳米呢 可以说现在很多这个高薪技术的东西啊 中国都没法自己制造了 那么这次的制裁呀跟以往的不一样 我认为这次的制裁呢 才是真正的把中共给制住了 可以说这次的制裁啊是釜底抽薪的 它不光是进了公司 它主要是把人给借住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美国说对这个中国采取芯片的这个禁运啊 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但是以前呢主要是针对公司 你像最严的一次就是针对华为 这一弄可以说把华为的高端手机这块啊 全部都给打死了 但是呢每一次禁止呢 中国人民都是牛逼轰轰的 说美国的禁令呀 实际是给了中国的芯片产业 一个发展的机会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更能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 自我创新吧 也许在这种条件下呢 中国的芯片产业呢 才能破茧而出 而且心情十足呀 在中国呢 开始了这个大链芯片啊 包括五毛粉红举例说呀 我们在那么艰苦的时候 两单一斤都能造出来 难道说现在这个芯片还造不出来吗 中共以前讲的话啊 实际是有一点道理的 因为你禁止公司 它无非是成品不能交易了 就是它不好直接买芯片了 但是它能通过其他的渠道 在底下还是能获得一些东西的 同时呢 中共呢也会加大它的这个研发力度的 它的信心来自于哪呢 就是这个人才 你想啊 中国这么多年搞这个千人计划啊 实际它在全世界各地啊 派了很多这个商业间谍 包括这些人呢 到美国的各个大学 各个科研单位去学习 有些人确实也学到了东西 那么这些人呢 又有大量的呢 被中国企业给挖走了 不管这个企业是在国外 还是在中国 里面实际好多从事研究的人员呀 都是中国人 但是里面很多人呢 是拥有美国国籍的 或者是拥有美国利卡的 所以可以说你美国禁止这个中国的芯片呀 从这个技术源头上 你并没有禁止住 因为这些人 他可以去为中共工作 这就是中国的底气 那么这些华人啊 包括他们千人计划派出来的 包括一些自己出来的 很多华人是在这个高新技术产业里头啊 是有一定水平的 他要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呀 他要在国外待很长时间 主要是在美国嘛 你可以算算嘛 他大学就要待几年 然后他要进实验室 或者是进工厂 又要待多少年 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人呢 为了方便在美国生活 他就取得了绿卡 或者是拿到了公民身份 但是他们成名以后呀 中共就开始挖这些人 须于高新 须于优厚的待遇 把很多人呢 又给挖走了 这些人呢 一部分呢 是到了中国去工作 一部分人呢 是在中国人 在美国开的公司工作 这些人是非常多的 那么现在呢 美国就看到了 这个问题的根源 就说你中共呀 为什么敢讲大话呢 为什么敢说 你们不怕制裁呢 还夸下海口 要超越美国呢 实际问题的根源就在这 他们可以搞来 这方面的人才嘛 那么这次呀 美国就搞清楚了 这个情况 另外制定这个策略的呢 是这个美国的 商务代表戴琪 那么这个戴琪呢 他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 可能对这块的状况呢 也比较了解 所以他的这个建议呀 才是有真正的杀伤力 我们可以说 他一旦把这块禁止以后 然后在硬件方面 再把中共一禁止 那么可以说 把中共在这块的路子呀 就彻底给断了 我们回头看一下 就是中共一天吹的两单一些 实际那个并不是中共搞出来的 他还是美国培养出来的 科学家搞出来的 就是前学生那批人 那些人回国的时候呀 都是带着任务的 可以说是把别人原子弹的资料呀 偷的差不多了 同时呢 包括苏联专家呢 那时候也提供了一些资料 给搭出了原子弹建造的这样一个框架 是在这个基础上 中国搞出了原子弹 实际最初的原子弹呢 那个当然都不够 可以说是一个假冒的东西吧 但是经过最后的公关呢 中国还是造出了原子弹 所以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 也是外国的技术 他为什么能搞出来呢 就是把那批人搞回去 现在中国想如法炮制呀 但是美国这次是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可以说是来了一个福利抽薪 所以美国这次的精灵发出以后 确实对很大一批人呀 是有考验的 就是你们为了高薪 去为中共工作呢 还是要保美国的身份 这个就成了他们面前的一个选择了 那么我们后面看 哪些人愿意放弃他们美国的身份 去给中共工作 投入到了中共的怀抱 这个到后面呀 可能还真会发生一些故事 那么从美国这次的制裁呢 我想给台湾提点建议啊 我觉得台湾政府呢 也应该学习美国这个策略 就是对跑到台湾去 给中共搞科研的一些人呢 也要对他们来一个相应的措施 就模仿美国嘛 你要去效忠中共 那你就放弃台湾的国籍嘛 对不对 你可以到大陆去嘛 因为台湾跟大陆的关系啊 跟美国跟大陆的关系还不一样 美国跟大陆可以说只是一个竞争关系 那么台湾跟中共之间呢 不光是竞争关系 还是一个战争的关系 你现在直接跑到大陆为中共服务 可以说是一种投敌行为 那么我觉得台湾在这块啊 可以逐渐拿出一些策略来 我们回头想一想 那时候武汉搞那个芯片的时候 不就是从台积电挖走了一帮人吗 他们才有那么大的底气来搞这个事吗 只不过他们没有搞成嘛 就是这个事情大家想啊 他在美国这边把人才挖不去以后 他很有可能转向台湾 而且台湾舔购的人也不少呀 我们从这次十一我们来看啊 台湾的艺人可以说百分之六十多是舔购的呀 只有百分之四十不舔购 那些人还是公众人物的 那么放到科研领域呢 有些人可能政治素养还不是非常高 可能中共这边底下一做工作 还真跑过去了 这种可能性真会出现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啊可以借着美国这次的制裁呢 也学一下美国 那么那样的话就彻底的断了中共的想法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的 在高端芯片这一块 占到顶部的不就是美国跟台湾吗 美国已经拿出了杀手锏 难道台湾就不应该跟进吗 好吧这期节目呢 我就这样简单的聊一下啊 对这个方面比较了解的朋友呢 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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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